iPhone 15的发布也标志得我手上这台14PM正式服役了一年 今天就从四个维度深度分析这一年以来的使用的真实体验 视频很长 干活很多 不吹不黑 第一点的话就是性能体验 A16的一个芯片在小杨过去一年的使用体验下来 我就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卡顿 如果实在要说卡的话那就是信号卡 信号的话待会我们单独说一下 游戏方面最大的bug就是iPhone自X以来的一个通病 就是发热 14PM也不例外 画质跟流畅度数十是没得挑 没有什么游戏是14PM玩不了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散热被夹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手机壳 灵动导加吸屏显示功能 基本上去到哪都能让人知道 你用的就是新款的14PM 没错这确实有一定的一个装逼属性 但是你也可以关掉这个功能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售价方面 我跟大家说一下 9月26号远望市场的批发报价 全新的14PM 256级报价是8500 512级报价是1020 15发布之后 14PM的价格简直就是水涨船高 二手国航256G亮机橙色 在小眼镜的话只要7 299 美版的亮机的话则是在6899 那么二手价格已经接近大跌300左右了 性价比给你直接拉买 最后的话就是信号了 走我们直接去实测一波 看在电梯里面 然后看一下在网络速度怎么样 还是有5G的 然后能够跑到10G兆 这个速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了 我们现在在副三楼的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停车场测试一下 这个网络信号到底怎么样还是连接的非常快的 速度的话依旧有30多兆 这个在地下停车场负三楼还是非常快的了 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现在我们在户外 然后刚刚跑到了100多兆 这个的话是正常的5G速度 而且这个还是卡贴机 保证可以正常使用的 可以看到信号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拉垮 当然我也不是给iPhone洗臂 不得不排除在一些信号比较差 或者一些极限场景下 信号是比不够国产手机的 第四的话就是续航 在一年的使用下来 充放次数达到了505次 电池效率的话也跌到了90% 算是比较重度使用的一个用户了 正常情况下 一天一充是肯定充足的 那么小羊之所以有500次的一个充放次数的话 是因为我高强度拍摄视频导致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充电速度确实比国产厂商 慢了不止异性半点 以上就是小羊深度使用14pm的综合体验了 那么你的手机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